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房地产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危机 如何可能使联邦预算损失30亿美元 以及这对澳大利亚铁矿石价格和政府收入的影响 接着我们还会分析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和前总统特朗普在经济政策上的鲜明对比 并审视哈里斯因为能实现第一天承诺而受到的抨击 这些议题无疑会对全球经济和市场信心产生重大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华尔街房地产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来自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的文章 该文章详细分析了中国房地产业的危机 如何可能导致澳大利亚联邦预算损失30亿美元 文章指出 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低迷 导致对铁矿石需求的急剧下降 这一状况对全球市场 特别是对澳大利亚的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章提到 铁矿石的价格从年初的每吨143美元逐步下降 如今已经跌至每吨82美元 远低于澳大利亚财政部的预期 财政部曾预测铁矿石价格会逐渐下降 到2025年第一季度稳定在每吨60美元 但当前的价格下跌速度显然超出了预期 如果这一趋势继续 本季度价格降至60美元的水平 那么未来四年的税收收入可能会损失30亿美元 当前的联邦预算在2024-25财年预计 将出现280亿美元的赤字 相较于过去两年的盈余 这不仅给财政部带来了压力 也给即将到来的2025年选举年增加了变数 财政部长Jim Chalmers 在声明中强调了全球市场波动和不确定性的影响 指出这正是为什么对资源价格和收入的预测 采取保守态度的原因 政府现在希望就业市场保持强劲 通过低失业率带来更多的所得税收入 以此来弥补部分损失 与此同时 全球四大铁矿石矿商 毕合毕拓 利拓 福特斯克和巴西淡水河谷的市值 也因投资者对资源部门信心的削弱而出现下降 然而 由于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巨头 是全球效率最高的运营商之一 所以这一波动 首先会影响较小的市场参与者 然后才会波及到这些大公司 从不同角度来看待这篇文章 我们可以发现 它涉及了多个重要方面 不仅包含经济数据和趋势 还深入分析了市场波动 对国家财政和政治的影响 它首先揭示了一个全球性问题 即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低迷 如何引发连锁反应 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经济 从经济角度来看 铁矿石价格的下跌 反映了供应链和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 其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状况 直接影响到对铁矿石的需求 房地产市场的低迷 导致钢铁需求减少 进而影响铁矿石价格 对澳大利亚来说 铁矿石是其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 价格的下跌 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出口收入和财政预算 从政治角度来看 财政部长Jim Chalmers 和他的团队面临巨大压力 铁矿石价格的急剧下降 导致预算斥字扩大 这不仅是财政问题 更是在政治上对即将到来的 选举年的巨大挑战 政府需要寻找其他方式 来弥补收入的损失 以确保经济的稳定发展 同时还要在选举中 保持选民的信任 社交和经济政策方面 文章提到的就业市场 和所得税收入的重要性 突出显示了劳动力市场 在经济中的核心地位 低失业率不仅能够增加政府收入 还可以稳定社会经济环境 减少因经济波动引发的社会问题 因此如何保持就业市场的稳定 成为政府的关键任务 从企业角度来看 铁矿石巨头们的应对策略 也非常重要 这些大公司拥有较高的运营效率 和强大的市场地位 使得他们能够在价格波动中生存下来 而较小的市场参与者 则面临更大的挑战 可能会被市场淘汰 这不仅会改变市场结构 也会对全球铁矿石供应链产生影响 最后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看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低迷 不仅影响到中国自身 也引发了全球市场的波动 通过铁矿石价格的下降 可以看到 全球经济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 一个国家的经济问题 可能引发全球范围内的连锁反应 因此 如何应对全球市场的波动和不确定性 成为各国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综上所述 来自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的这篇文章 通过详细的数据和分析 揭示了中国房地产危机对全球市场 特别是澳大利亚经济的深远影响 它不仅展示了经济数据的变化 还深入探讨了这些变化 对国家财政 政治 就业市场和企业的多方面影响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 您能对这一复杂的经济现象 有更深入的理解 感谢收看本期华尔街房地产 我是您的主持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我们来看看这次的铁矿石价格暴跌 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影响 毫无疑问 这是一次巨大挑战 但我们应该看到 澳大利亚铁矿石巨头如币和币拓 利拓等 凭借其高效率和强大的市场地位 有能力应对价格波动 而且 正如财政部长金乔默所言 这次波动是全球市场的结果 并不仅仅是澳大利亚的问题 我们应该保持冷静 利用这段时间进行结构调整 提升产业竞争力 这样我们才能在未来的市场 中立于不败之地 哎呀 楚天说 你这听起来像是给铁矿石巨头打气的理 但现实可是残酷的 联邦政府预计在2024横线 25财年将出现280亿美元的赤字 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这次价格暴跌 不仅仅是全球市场波动的结果 更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危机的直接反应 而且 政府的保守预测也失灵了 这问题可不只是保持冷静就能解决的 要不你让他们开几场茶画会 看看钱能不能从天上掉下来 谢琪琪 你这话说的也太刻薄了吧 且不说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巨头 是如何在全球市场中维持竞争力的 单就这次危机而言 我们不能只是坐等天上掉钱 我们需要的是有效的政策应对 比如加强与其他市场的贸易合作 开拓新的出口渠道 同时还可以加大对创新和技术的投资 提升产业附加值 毕竟困境中往往蕴藏着机遇 正如那句老话所说 留得青山寨 不怕墨柴烧 楚天书 你这话听起来就像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典型 我不是说创新和技术投资不好 但这些可都是需要时间的 现在联邦预算都快被铁矿石价格砸成筛子了 还要面对2025年的选举压力 你说的这些长远计划 对于当前的财政赤字解决不了半分 就像那位保五钢铁董事长说的 这个冬天会更冷 更长 更困难 政府需要立刻采取行动 否则只能在寒冬中冻死了 谢琪琪 你这魔说就有点短事了 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 即便是寒冬 也有生活取暖的方法 政府可以考虑短期内的财政刺激政策 比如对受影响企业进行补助 或者减税政策 来缓解当前的困境 而且 别忘了 我们还有坚强的就业市场作为后盾 低失业率带来的所得税收入 也不是各小数目 历史上 很多国家都在经济困境中迎来了转机 比如美国在大萧条后的复苏 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借鉴吗 哀楚天书 你这话就像那古代的兵书上的妙计 理论上听起来是有道理 但实际操作起来可没那么简单 你说的减税和补助政策 这都需要更多的财政支出 而我们已经面临巨大的赤字压力了 这就像是给一个已经快要爆炸的气球在打气 再说了 历史上的大萧条可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 靠的是诸多复杂的内外因素 现实中 我们需要的是马上行动 像是那句老话 冰来江挡 水来土掩 不能再等了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 T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文件事 文件事 文件事